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事的觉醒者佛斯德来去玩一下他的友情记 那不得不说这一次友情记的倍率真的比我意外想象中的来得要高 他本来就是炮击型 因为目前能量球体 虽然他后面就是像之前安娜塔西亚一样 就是会有一些倍率上面的堆叠 但是他那个整体伤害来看的话 其实没有那个实际上推得这么高 那这一次的佛斯德就是把这个威力去提升到炮击型的程度 然后在这个设计上面再去配合上反击杀手L这个额外的倍率 所以他整个友情记的伤害就可以去推得很高 那这一次的角色的设计 其实就是跟去年的限定角色安娜塔西亚一样 就是他是跑向一个炮击型的反击路线 之前像是反击模式的炮台就是利用安娜塔西亚 那安娜塔西亚那个友情记 那虽然那个伤害还是可以去推得很高 只不过那一个就只有单体伤害 那这一次就在安娜塔西亚的基础上面 这个是我的看法 就是在安娜塔西亚的上面 就是去设计或者就是去强化以后 就是去做一个更多样的玩法 那这一次友情记的佩戴 就是道特的友情记 人人球体 再去配合上之前三日月中金里面 有去推出的超绝关通导引弹 那虽然他这两招友情记 就是看上去还是略有一点普通 只不过就是有去前面提到过的一些倍率 所以他们的友情记伤害 也是可以去推到很夸张的 例如就举个例子 三日月中金的超绝关通导引弹 他那个毒杀手M的效果 他就只有那个翻养杯 但是他这个只要有去对得上反击杀手L的话 他的整体伤害来说的话会比木刀来得要强 那这个放在能量球体弹也是一样 更重要的就是这一次是反击炮台 那这个炮台的情况之下 开启了反击模式 那个能量球体就会自动追踪 那这个超绝关通导引弹也是一样 然后他们的友情组合在这一次也是很完美的去离谱的这一点 那能量球体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他是单体的攻击 虽然他的范围很大 所以那个需要那个其他小怪的补到的方面 就是需要去利用到这个超绝关通导引弹来去清理其他的小怪 那这一点的话 那个实际测试下来也是那个很完美的可以去做得到 而且伤害真的不低 所以这一次这个角色挺好玩的地方就是在这边 打下来的感觉其实就是跟全途AO一样 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我实际用下来觉得一个蛮夸张的地方 那只不过这一次的角色被动组合 那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有去塞一个反移转B的部分下去 那其实那个角色被动组合那个卖点没有到很高 所以那个各位抽不抽之前有需要考虑一下 那只不过我自己觉得移转B的这部分 可能啊就是2023年一个主要的陷阱 因为始终2022年跟那个去年嘛 那个反坚速B的部分已经打了快两年 今年也是有慢慢的去推出反移转B的角色 所以其实这样想的话 2023年去推出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推测 因为始终嘛就是有关卡的地方 限定角色还是比较吃香 所以他这一次这个限定角色就是有这个反移转B的部分 那个后面的上场机会也是我觉得还是偏大 那只不过还是就是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抽吧 好吧那这边的话讲回来正片的部分 那我这边我就去开SS去贴着蜡之黄 那基本上我这边反击模式还没开 我就已经利用到这个反击杀手的这个友情技 直接去把黄的一条血去带走 我这边的话我就顺便下一动的开始 我就顺便去开个守护兽 那我这边的话就去推高这个友情技的伤害 那我这边的话我就那个先去稍微的去输出一下 那我那个位置其实都是瞧的蛮漂亮的 然后那个黄就是会攻击啦 这边反击杀手L 那我的这个它是防御力还没下降 我就单凭我的这个友情技的输出 我就已经打掉它大半条血 那我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叙叙叙触碰这个友情技 那这边的话也是很快的就已经把它打掉 那基本上它这个就只要有去配合到这个反击模式 跟自己本身的友情技的话 其实那个看起来真的整个AOE跟那个清场能力真的蛮足够 那我这边的话我就去开安利亚 那安利亚就是会有一个防御力下降的效果 那我这边再去测试一下它的伤害 那基本上防御力有一点下降嘛 那这边的话就是SS的效果 那我直接把它打掉 那这边反击模式再下来 直接把它整条血带走 我就只有用了一动 然后它全部过程都是用友情技来去做一个输出 所以这边的话就真的可以去看得到这个友情技的伤害 到底有多夸张了 那这部影片吧 就还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友情技的威力 跟一些角色可以用来的玩法吧 好吧 那这部影片就会到这边差不多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那可以帮我按赞按订阅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这边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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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